哈喽大家好 我是未来之心 现在我正在尼泊尔的 加德玛兔外国语言大学的这个食堂 这边坐一下休闲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桌子 我们在这边坐一下 在前面的话有位美女 我叫什么名字 我叫白金香 白金香 我们这个好像中国有一种花 叫玉金香 玉金香 白金香 这个名字是我的老师给我的 非常好 女孩子取这样的名字的话 很多人会喜欢白金香 我想问一下你 问一下你这个问题 玉玉你是我朋友介绍的吗 我朋友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不记得他 叫马山多老师 就是说我想来这边 这边的汉语老师会比较爽 现在是吧 可以再学一遍吗 就是汉语老师 现在很多汉语老师都回家了是吧 对 很多汉语老师都回家了 现在这个学校里没有汉语老师 现在没有汉语老师 对 是不是因为这个受疫情的影响 对 受疫情的影响 很多就是刚开学啊 对 已经停了已经有半年了吧 不是不是 已经停了一个年 一年了 将近一年了 年初的时候这个疫情先到现在 所以很多老师都回去了啊 就是说现在我是在尼泊尔吧 所以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我想 我想如果我来这里教书的话 可不可以呢 肯定可以啊 但是这个你要问这个学校的服装 哦 要问这个学校负责人 对 这个部长啊 就是要面试是吧 对 你看我能面试得上吗 肯定是吧 因为你是中国人 然后我们的 在内补部门没有汉语老师 所以他们肯定给你 对 其实我对我说汉语的话 我是非常有自信的 就是我说汉语 我说的挺好的 但是就是我 我说英语说的不好 但是你的英语也是很好的 你说你这个上课的时候 你也要用这个英语啊 我的学生都明白你的意思 都明白我的意思 刚才我是去我们的课堂 我介绍了一下自己 其实我做自我介绍是 英语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单词量的话 大概有三千 无论是三千个单词 就是能说着口的话 可能只能说一千多个单词 但是就是说交流的话 可能只能说上一千个单词吧 处于我们中国的这个 初二初三水平应该是 初二初三水平 我不知道你这边的话 应该就是med school 我这个水平可以教你们的学生吗 可以啊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里 有一个学期和两个学期 有尼泊尔老师 但是三岁系还是 那不是三岁系 三岁系还是不是私信 就没有尼泊尔老师 所以你可以 以前是有这个老师的 但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中文老师 所以你可以 可以的 就是我用英语翻译 就是用英语讲课 或者是再用汉语 英语和汉语就没问题的 不用我说尼泊尔语 我不要用尼泊尔语 OK OK 我先教一些比较初级的学生 就是刚来学习的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如果教汉语非常好的 不知道能不能教 就是学生的汉语非常好了 你看我能不能教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就是直接用汉语教就可以了 反正他们也会汉语 对 因为这个学校里有六 semester 六 semester so in five and six semester 你不可以说英语 如果你在五 semester 还六 semester 可以说汉语 他们都明白您等一下 说汉语就可以了 对 如果不太明白 我再加一点点英语 嗯 再加一些学 好的好的 他们对学历有要求吗 就对我的学历 他们没有要求啊 肯定没有 肯定没有要求的 对 不过我学历还是可以的 我在中国也读过大学 对 就是大学一般吧 不是很好大学 但是上过几年大学 肯定可以啊 哦 肯定可以的是吧 好的 等会我去了解一下 问一下你们的这边负责人 对 负责人 就说来这里上课的话 有没有工资啊 有啊 有工资啊 有 哦 他会给我工资 对 OK 一个月给多少钱 嗯 这不是一个月的 这是一个钱的 一天是吧 对 一天给多少钱 一天 他们给我 五十 不是五十 五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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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五百五十 那一个月的话就是二十二天 对 二十二天五百五十 路比的话就是一万 一万 一万 但是这个学校里很多天有放假 哦 很多天就放假 对 哦 明天肯定也是放假啊 哦 明天也放假 对 哦 就是他经常放假是吧 对 哦 大家都知道 好像我听说过哈 尼泊尔的话是三百六十五天 一年的话 好像有三分之一都在放假 对 很多人都是在放假的 哦 一天五百五十 尼币的话 一个月大概也就是一万二 一万两千 卢币左右 一万两千卢币的话 大概就是五六百块钱 五六百人民币 不是的 卢币啊 这是尼泊尔 尼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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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左右 这折合成伦币的话 大概就是五六百块钱吧 让我看一下汇率 好 非常感谢啊 我也只是 只是想来这里尝试一下 挑战一下自己 因为以前我在国内也是做培训师的 就是我 不是学校的老师 是那个公司里面的老师 是公司里面 以前我在国内就讲那个 讲那个 也是讲课 就是培训别人 一些什么 产品知识什么的 我先来挑战一下 看你给我去面试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 来这里坐下老师 我还想在那边学下英语什么的 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先当着这里的老师什么都行 好的 非常感谢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有效是什么 所以你先问这个学校的课程 好的 等会我去问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我们就坐在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这位美女的一个回答 再见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我的视频 那么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